哈喽大家好我是现天斋主 欢迎收看一期一定第29期 之前一直有小伙伴说想看上海莫厂的花园定版 看看是不是真有说的那么好 那苗金带82年码的我手头暂时没有 就用这顶没码没苗金的汉池腾波凑合一下吧 来看看外观 莫是一个一两大小的方柱形 正面是草书莫名汉池腾波 下边的落款座人就是著名画家吴座人 款旁边还有吴座人的印顶部相珠 板子客工还挺精神的 背面是一幅紫鸢 左上转书题迎风 左下落款书方 书方也就是萧书方 萧书方是吴座人的夫人 也是一名画家 紫鸢是他很有代表性的题材 一侧灰色曹素工摇签式的莫家款 下面还有上海莫厂制的印件 另一侧中国化研究院监制 顶款57英 莫是个素板没有苗金 墨体还是能感觉到很紧致细密的 老磨口非常刚立 标准的镜面不锈钢 只不过被我磨多了 其实已经有点泛蓝了 实际磨口还得磨过之后再看 磨一下 用个射焰小梅子 那老磨口不去管它 用另外没磨过的一边磨 因为是斜着磨脚 那下磨很轻松 磨皮没有任何影响 磨开以后很下磨 这个开封2000目的小燕 磨这个磨也丝毫不会觉得下磨慢 磨感也挺舒服的 爽力又有一定润感 墨叶有色香味 还有少许拉丝油花 那在镜头里看不太出来 墨叶润度很好 而且已经能感觉得出 腌料颗粒很细 那新磨口非常刚立光亮 完全不需要什么磨口作弊大法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我用湿纸巾吸走了磨口多余的磨 晾干后就没再去动这个磨口 那跟老磨口相比 除了没有手摸出来油光 其他基本完全一致 看下入水 明显的油烟特性 烟很细 稍微有点沉底的磨皮渣 这个算情有可原 那在可以预想到的合理范围内 没有看到有烟料的结团漂浮 很典型的油烟暖色调 挂臂倒是很轻微 那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大部分上磨的油烟 淡磨都挺容易带点小渣小团的 这个画院定板算是个例外了 不能说烟料完全不出现抱团 但至少跟大多数上磨常规的油烟比 情况显然要好上不止一个档次 上纸瞧瞧 这回用个更容易糊一点的纸 挺长时间没出过境的08年汪六级料瓣 纸上的触感润度很好 入纸很柔 这个跟烟料很细有直接关系 墨浴倒是不散 还挺能收住的 中间浓度的墨色带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济的紫料 暖调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 叠加的清晰度还挺不错的 到淡墨会稍微弱一些 淡墨的清头度很好 那烟细的优势很明显 浓墨的光泽在深圈上不算特别明显 黑度比预想的要黑一些 但也不算特别黑 这点还是在意料之中的 老规矩图几下 上海墨厂的画院定板一直被称为其建厂后的巅峰之作 是上海墨厂的创新题材墨之一 这套墨的定制兼制方是中国画研究院 中国画研究院是国务院文化部直属的中国最高的国画学术研究机构 于1981年11月正式成立 首任院长是近代中国山水画大师李克冉先生 次年也就是1982年 研究院副院长黄昼专程到上海 在陈世发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墨厂 以李克冉 李苦禅 蒋兆和无作人 萧书芳 黄昼等画家的书画作品 作为墨版的题字和图样 定制了一批中国画研究院的定版纪念墨 墨的书画图版有七种 汉池腾波 笔琴墨去 五色 八驴 天籁自明 钟馗 神韵 形制分别有四方柱和扁方两种 大小分为一两 二两 四两 三种 这时期上海墨厂还处在比较巅峰的阶段 人员方面一些有资历 有技术的老师傅都还在 硬件和材料方面 1978年翻新改造完的厂房还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制墨的环境比以前的小平房肯定是要好的 金箔 冰片 摄箱这种珍贵辅料虽说是严格管控的 但上海墨厂有特需使用权 供应有一定保障 不能说料能加的多足多离谱 但应该还是有的用的 生产南海广交的厂也还健在 从当时的综合条件来说 虽然与明清墨的鼎盛不可同热语 但制作一些实用加墨还算是在一个比较恰当时期 所以一切都是刚刚好 上海墨厂建厂后的巅峰之作也就此因云而生 这一时期上墨的顶端产品几乎各方面都用的是当时的最高配置 除了画院定板之外 国里墨与中蓝山 柳田太云定板 日本大道书学院定板 无量寿 郭沫若其字的特有光彩陆里等品种 也有着同样的高水准 成为建厂后最高水准产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化研究院定板这一套墨 实际上也属于自制墨这一类 是比较典型的制造与兼制双款的自制墨 那所谓自制 并不是让墨的定制者亲自参与墨的制造 而是由墨工负责生产 定制者提词或者提供书画样本 参与一些设计事项或者提出一些设计要求 制墨过程中也可以提一些意见作为参考 这一自制墨的形式其实由来已久 最早始于三国时的书法家制墨家伟代 后世历代一直有沿用 到了明清 自制墨不仅有经见好事 更有文人自宜 那实际上文人定板就是属于 自制墨的一种重要类别 有的文人定板能造就工质俱佳的精品墨 官吏 士绅 书画家 文学家等等都有自制墨 这类自制墨在工料和设计方面 常有能比墨家饰品更胜一筹的 也是藏家书画家比较重视的一类墨品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全部内容 喜欢我视频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我是献田斋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